您好 欢迎收看九点热话题 我是黄新化 首先带观众朋友关注政治焦点 隔魁苏贞昌今天传出 将会在总统的例会上当面请辞隔魁一职 对这样的消息 服务院双方都表示 内阁的改组会等到会期结束之后 再进行讨论 而苏贞昌真的请辞 会由副总统陈建仁的组隔 现在在政界传闻也相当多 上午九点多 苏贞昌的坐车是离总统官邸 他才刚结束历史一个多小时的国安会议 但不到两小时 苏贞昌又现身总统府 这回是服务院例行会议 也是开了一个多小时 尽管两场都是例行会议 却也传出苏贞昌要当面地辞呈 近期就我并还没有 周边没有相关的这些 你要驳斥吗 行政团队那个团队要怎么进行调整 本来总统就会根据不同阶段的需要 同时在接受网媒专访的副秘书长态度暧昧 而针对中午会议发言人转述四点声明 其中提到总统对苏院长带领的行政团队 表达肯定与感谢 现在最优先工作是要让总预算案顺利通过 至于内阁调整将在立院会期结束后进行讨论 行政院也说待立院会期结束就会喊总统讨论 服务院说法很一致而苏贞昌若最快十三号总辞前副总统陈建仁组阁 和郑文燦任副院长呼声高 据悉关于内阁改组 蔡苏二人日前就已讨论过 林嘉隆拟劫总统府秘书长林又昌交通部长 至于潘孟安则为赖清德的活旗 而过去蔡苏密集开会讨论的还有兵役延长 最近我们做了一个决定也向公众来宣布 也就是强化全民国防兵役结构调整的方案 接近外宾总统主动聊 毕竟对兵役延长总统耗费不少心力 黄崇燕就曝光一张偷拍照 只见总统蹲地上和星星们讨论兵役改革收中海握之笔 这也是五十六个版本中讨论到第四十多个时 四年下来的蔡苏体制两人完成不少事 TVB的新闻李国健全宽柔台报道 而葛奎苏贞昌是否已经向总统参文请辞 还是有词意 目前都还没明朗化 而未来民进党的蔡赖体制将会如何演变呢 交给资深政治记者邱宛柔 行政院长苏贞昌今天上午是梁渡来跟总统见面 那么外传他也会跟总统提出了辞呈 要来表达他的词意 那到底有没有这件事情呢 其实服务院双方并没有正面回应的 像是来看到行政院发言人罗秉承就说 其实近日有关内阁改组的相关传闻 苏贞昌日前就已经表示说了 等这个立法院会期结束之后 就会来跟总统讨论 然后再对外说明结论的 人下之意就是得等到最快13日以后才会见真章 而这精神科医生沈正南 他过去其实非常关注政治议题 他马上就说苏贵真的要走了吗 真的是太好了 希望总统跟副总统两个人能够近视前线 因为蔡苏体制已经不存在了 希望这个新的蔡赖体制 在关键的2023能够好好做出成绩 因为再过一年就是总统大选了 也希望民进党不要被意识形态误导 把自己走上一个死胡同 走后一败选就是一个警训 所以应该调整面对2024的选举 而这沈正也更进一步补充说 现在民进党其实就是已经形成了一个 据听不同意见的风气了 但是他认为从11号开始 民进党就会有一个新的局面 像这赖清德 他现在几乎每天到处都会 以这个准党主席的身份 来跟民进党的党员 来一块基层座谈的 所以他也展露出一个倾听沟通的谦卑姿态 不过现在各界呼声很高的 就是副总统陈建仁 副总统陈建仁来阻隔 而过去他担任卫生署长时期 在面对在野立委的直循炮火 也很少反击 跟现任的隔魁苏贞昌大力辩护 频频杠上立委的风格非常不同 苏贞昌请辞风声四起 回顾近四年任期 他的个人风格之鲜明 前人难比拟 立委被巡视因投降两个字 点燃战火 我怕到时候投降的第一个是你 第二个是蔡英文 你 院长 暂停 议场上呛哨立委 不暂逛 换你阿祖来也一样 为的是停电 苏贞昌话却讲到人家阿祖 那边去爆表的战斗力 或让历任隔魁望尘莫及 他喜欢跟立法委员吵架 喜欢对他的部署凶狠 所以他是一个吵架内阁 在党立委没意外给出负面评价 但其实从经历来看 苏贞昌接下行政队长之前 承认评统县长 总统府秘书长 民党主席 立法委员资历可说相当丰富 反之被视为隔魁 可能继人能选的前副总统 陈建仁 首长经历 只有卫生署长 国客会主委 及一次的总统大选 他的相关行政经验相对来讲缺乏 但另外一方面 他给人的印象 当然就是会相对比较温和 比较容易听 我不否认 有一些乖衣 可能是没合法 做得不好 我们就加强差 20年前 担任卫生署长时期 陈建仁在立院的背询 的确善于倾听 陈建仁 社会形象家 有足够的高度和格局 选后 陈王败寇 党内外早已磨刀祸祸 就算这一段 还无法对苏奎 论功过 但就个人风格 短期内 陈建仁 或许也难出其右 TVBH刘一俊 台北报道 而行政院长苏贞昌 在推动政策 或者是民进党 服选上 不遗余力 行事精明干练 受到党内肯定 也让在野党头痛 但如果他真的请辞 下一步会是2024吗 继续交给婉柔 我们刚刚有提到 苏贞昌到底在今天 有没有跟总统提出辞呈呢 虽然还没有获得正面回应 但是整个政治界 都在看这件事情 像邮盈龙 他是台湾民意基金会的董事长 其实他曾经也是 民进党的党员 还当过民进党的副秘书长 所以对苏贞昌 他也算是蛮了解的 他就说 现在看起来苏贞是走定楼 这蔡苏体制的歹系脱棚 社会主流名义根本就难以忍受 所以这萨台根本就是早晚的事情 另外他也说 其实台湾宪政体制的缺陷 也成为行政院长的宿命 他说2022的九合一大败 也让苏贞昌口头请辞 但是被总统位留的 政院却没有检讨报告 个人也没有坚持的表现 说不定这苏贞昌是有难言之隐的 但是外界也只会一昧的批评说 这苏贞昌到底是不是恋战权位 但是我们也知道苏贞昌的个性 其实是非常强势的 那这个强势的苏贞昌 真的吞得下去吗 所以邮盈隆也做出分析了 如果苏贞昌挑战2024的总统 也许可能是他人生的下一个剧本 但是这个前提是 只要这个社会还能接受 而在选后直言痛批民进党的内部决策 台北市议员王世坚批评林志坚是草包 今天背后应该盗窃 但是他火气也很大 说如果要跟林志坚盗窃 先over my dead body 激动到监视警局在线 这回被王世坚 抢over my dead body的人是他 此时此刻林志坚 你静后调查就对了 现在还有人说 王世坚应该要跟林志坚道歉 错 一听到最近评论新竹帮球场 因为数字僵错被志佳人提案 开除当即的王世坚 气不打一处来 尤其又听到好朋友高嘉瑜这么说 不仅是针对我 也是针对王世坚世坚大哥 如果大家有很多不谅解的地方 我们都会深切的反省跟检讨 强调自己没有高嘉瑜那么好说话 有本事就提案送民进党开除他 只是听到之前一直骂的行政院长苏贞昌要下台了 这句话是不是在暗示王世坚跟高嘉瑜可以 点不点了 而前新主持长林志坚恐怕没空离党内纷争 今天忙着为论文的著作权抄袭案出庭 而于正皇的律师指控有33个段落 用字一样错字也都没改 但是林志坚的律师反控于正皇的论文内容 盗用林志坚选举的民调强调林志坚才是被抄的 前夕主持长林志坚因为论文抄袭案被调查官于正皇提告违反著作权 下午首度亲自出庭 40分钟的开庭各有攻防 但于正皇的律师这次还要向北柬地壮 加告林志坚加重诽谤 不满先前被反过来说是于正皇抄袭他 余正皇的律师指控林志坚的论文抄袭部分 多达33个段落用字几乎一样 甚至有三处连错都没改明显是复制贴上 而林志坚律师则说于正皇的论文内容 是取自林志坚选新竹市长时的民调数据 还有陈明通给他的参考资料 反控明明是于正皇抄袭林志坚根本是误告 最后有22页完全复制民调单位的问卷 未经他人同意而去改做他人的著作 其改做的著作并不得享有著作权 更无权提出诉讼 强调台大选轮会的调查结果 并非本案鉴定报告不能当证据 也喊话要于正皇亲自出庭 说清楚抄袭哪里 而支持林志坚的还有这位 两个学生互控抄袭 现在老师已经选边站 只是从来没有公开表态的他 突然在开庭前一天爆气喊冤 时机格外敏感 到底谁抄谁两边正式开战 立委高嘉瑜也痛批抄针税收是行政失灵 但也被党内围攻 而前总统府秘书长陈世梦就投书力挺高嘉瑜的说法 还反问他合作之友 我这个可以放到过完年 一边发春联一边还不忘帮店家宣传 民进党立委高嘉瑜到内湖花式开直播 不仅要顾网友还要顾庄角 难道是因为之前说抄针是行政失灵 现在在党内岌岌可危 我觉得抄针这个议题是可以就事论事的讨论 现在的状况就变成说 可能他不是只是一个学术的讨论 高嘉瑜说自己还在反省 但前总统府秘书长陈世梦就跳出来挺高嘉瑜 说连续两年幅度上前所未有的抄针 这就非比寻常了 第二次失误不减反增 高嘉瑜点出行政失灵合错之友 更搬出财政部代表的话 说高嘉瑜失灵的批评不是无地放矢 甚至把矛头对准政府 说税收抄针 视为全民努力配合政府防疫的甜美经济果实 未免太天真可爱了吧 他的评论其实我想也都是基于事实 就事论事 这个问题现在应该是一个政治问题 所以就是我个人要去面对的 我觉得行政失灵是过度夸张之词 因为基本上超真很显然的 就是一个经济景气所带来的一个结果 自家立委不认同这样的说法 根据国民党提供的资料 近年的税收除了2020年 因为新冠疫情的关系短征 2021 2022都超征4000多亿 这六年算一算就超过1.1兆 尽管说好今年要发现金给民众 但现在民进党立委也把脑筋 动到超征的税收上 从小店雇到农民民党立委推出一系列减负单好过年 要让民众对执政有感 就被质疑这钱事先从民众口袋掏出来 现在却以大力多的方式宣传回馈渔民 羊毛似乎处在羊身上 再来看到台北市长蒋万安的春联正式发放了 而贺词是吐来万安 把蒋万安的名字也写进去 没想到就被批评了 党国时期的官场 马屁文化是不是又回来了 干脆在市府令蒋万安同向好了 一张不够再拿一张 早上九点半发放时间一到 民众来领取台北市长蒋万安的春联 有设计感 今年它的造型那个兔那个地方蛮特别的 然后不是像一般传统 我是员工我刚好下来等等那个快递 我想说大家都在排队 很可爱啊 难道是宣传不够吗 发放时间来拿春联的民众不多 北市府这一次印二十万份春联 放在市政大楼十二区行政中心 各里办公室等供民众索取 支持者市府员工都说好看 但贺词上写吐来万安 却被批评把蒋万的名字写进去 熟悉的国民党马屁文化又回来了 我觉得蒋万安这么做是从政蒋家威风 他只差还没有度上铜像而已 大栓北市府的春年 犹如把大家的时光倒回四五十年前 自称蒋师的议员王世坚 建议蒋万安干脆这样做 原本想借着春联给外界截然不同的年节感受 蒋万可能没想到贺词上的名字 而现任的台北市长柯文哲 成立了跨党派产官学的精英 传续要推出国阵白皮书 或有组成2024内阁的架势 更多的分析交给宛柔 说到2024当然少不了民众党党主席柯文哲了 除了民众党之外 最近还有一群认同柯文哲理念的学者 成立了台湾新故乡智库协会 这协会在干什么呢 其实他们认为说要建构出2024 第三势力的影子内阁 而这个协会里面的成员 也包含了跨党派的产官学界监英 他们希望可以找出台湾 现在当前重大的国阵问题 接下来凝聚共事寻求可行性的解决方案 并进一步研拟国阵白皮书 那么柯文哲也当选了首任的理事长 对于这个协会 柯文哲自己也说他过去的重心 其实就放在台北市政 毕竟他是个台北市长 那未来他会从台大医院退休之后 专心党务改革 并且圈台趴趴走来做个地方经营 除了柯文哲担任理事长之外 里头有没有民众党的影子呢 目前我们知道 像这个民众党的立委张其路 以及前民众党的秘书长谢立功 他们两个人都是担任副理事长一职的 那至于这个前台北市副市长 邓家基来担任监事主委 说到邓家基 其他过去是柯文哲的副市长 不过在这一次台北市长选举 不是挺黄珊珊 反而是挺蒋万安的 也被人家说 是不是这个邓家基回归了呢 另外秘书长则是作家苏敬强 他过去也曾经担任过台联党的党主席 苏敬强也进一步说明说 这个协会未来也不限于为柯文哲 提供国阵的意见 也希望为台湾的公民社会 开辟一条蓝绿恶斗之外的第三条路 TVBS推出了娱乐头条 扫描旁边的QR Code 加入赖好友艺人的最新动态 不漏接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